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谷歌AI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谷歌的搜索和人工智能部门之后一分为二 分拆成搜索部门和人工智能部门 人工智能单独成为一个部门 这一举措被认为将极大增强谷歌AI业务的影响 也是谷歌BiFit战略的重要一步 谷歌新的人工智能和搜索业务 由Deck Deen和Mbons 这两位高管负责 根据TechCrunch报道 John Janandria将在苹果带领新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团队 苹果称这不会改变Siri和Coreign L团队的结构 但让John Janandria掌控两者 将统一苹果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方向 在早期 John Janandria是Janandria的高级工程师 Janandria是由Apple团队成员于1989年创立的传奇公司 创始团队包括Andy Earth's Admocher Automated Keyon 该公司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知 却完成了惊人的技术突破 包括了一型触摸屏和软件调制解调器 很多人把Janandria看作Apple人才说话器 Suzanne Gair,Tony Ford,Andy Rubin,Macon Smith 和现任Apple技术副董裁Kevin Lynch都曾在那里工作过 苹果公司的Siri和ML团队有很多共同目标 却一直分开发展 AI是苹果公司在一系列不同计划中关注的重心 因此找到一个有经验的核心领导者很有必要 与地图部门一样 苹果将继续建立其两条线的AIML团队 专注于云计算 以及设备本地的个性化数据敏感计算 Apple拥有超过10亿台相关设备 正在构建有时以来最大的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网络之一 这一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可能是吸引Gendonville离开谷歌来到苹果的最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 今天苹果在AI方向还有一个新动态 一份与信息泄露相关的诉讼文件透露 苹果在无人车领域的员工超过5000名 其中有2700名员工为该项目核心成员 苹果的无人车计划自诞生之日一直颇为神秘 极少有细节露出 之前因为内部斗争及隐私事件 导致苹果裁掉该项目百名员工 导致苹果无人车项目的发展一直一波三折 这次文件的曝光也流露出了苹果在该项目上的最新动态 苹果仍然坚定不移的 在无人驾驶领域加紧研发 这份文件涉及一名前苹果华人工程师 其被指控窃取苹果在自动驾驶汽车项目商业机密 而面临行事诉讼 面临最高长达10年的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 相关文件该华人工程师已被证实离职苹果后加盟小鹏汽车 后者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 张某在5月初入职当天签署了知识产权和规文件 没有记录显示他向小鹏汽车上报任何敏感和违规的情况 当公司在6月27日获悉美国当地相关部门对张某的调查时 已按照规定封存了张某的电脑和办公用品 并将继续积极配合 关于此事的相关调查 相关报道 HTTPS www.engadget 考2018-07年时台湖 ORMER-GOOGLE-AI-CHIEF-LEAD Apple Machine Learning Team